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关注一下辽宁南篮 本赛季辽宁南篮CBA夺取了总冠军之后 也是球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完成卫冕 下个赛季再多冠的话 我们就可以宣告辽宁南篮属于自己的第一个王朝就正式诞生了 当然对于辽宁球迷来说 肯定是希望这个是王朝的起点而不是他们的终点 那这就必须要球队能够有好的后备球员 能够去顶上来 青年队的球员顶上来之后 才能够让这支球队源源不断的去发展 尤其是现在自从姚明上任篮协主席之后 其实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 虽然说是限制了外援的上场时间 限制了球员的流动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于辽宁这种人才储备非常丰富 但是可能整体经济实力并不是特别强的球队来说 它是有好处的 毕竟这样的话能够让 更多的优秀的国内球员得到更多的上场的机会 同时的话 让这些球员能够更好地留在自己的球队当中 而辽宁本身就是这种 拥有非常优秀国内球员的球队 而且他也不擅长用这种金钱 去吸引其他球队的人员进来 但这也对清训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现在辽宁的清训 球员 起码从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的顺利 我们以上赛季CBA的四强为例 那么辽宁队是CBA四强里边 这个几乎在半决赛的球队里边 00后球员出场时间最少的一支球队 而且要不是打广煞队 最后一场比赛出现了意外的情况 让辽宁队逼不得已使用了 这个于泽成和艳术齐等一系列的 非常年轻的球员 甚至辽宁队可能整个CBA几乎赛 00后的球员 于泽成也好 吴昌子也好 都得不到一分钟的上场时间的 所以说这种年轻球员的培养 对于辽宁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眼下后场双子星 郭爱伦 赵继伟 随着年龄逐步的增大 这个后卫现场是需要有一些 更新换代的球员的 而艳术齐周俊成 通过几个赛季的表现 已经证明 他们很难去接班这两名后卫线的球员 而且一个97年 一个99年的两名球员 他们的出场时间 甚至还不如很多其他球队的 00后的球员出场时间多 你就算再有天赋 对吧 你不让他上场打球 他也没有什么经验的积累 你这块这两个球员的定位 基本上已经清晰了 都已经达到23岁 没有太高的培养价值 未来只能当替补来用 所以谁来接班后场双心呢 可能大家此前比较关注的 就是青年队的刘金宇和何佳轩 但刘金宇现在已经被广州队给挖走 而何佳轩成为辽宁队 球迷最希望的一个后卫 但是眼下的情况来看 他留在辽宁队的概率 似乎也正在逐渐的变低 现在有不少的媒体消息爆出 何佳轩已经给辽宁队 开出了1500万的签字费 这个签字费几乎意味着辽宁队将会放弃 签约何佳轩成为自己正式的青年队队员 进而上升一线队的可能性 因为辽宁队是不可能为这样一个年轻球员 砸下这么一笔钱的 倒不是说辽宁真的拿不出这1500万 但是用1500万放在一个青年球员身上 辽宁队显然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可以去消耗 毕竟每支球队他去每个赛季的投资规模是有限的 你这1500万砸在了何佳轩的身上 那你可能其他方面的投资就会相应的减少 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毕竟他不像北京手钢 不像上海队这种财大气粗的俱乐部 我1500万砸出去 哪怕是打了水漂 那边也不会在意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何佳轩虽然是辽宁本地人 并且是在辽宁当地上的高中 但是辽宁队对他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掌控权 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周琪 对吧 当年周琪就因为不是体制内的球员 所以说他在青年队的比赛结束之后 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留下选择转投他队 因为当年周琪在辽宁队打球 他的费用都是自己掏的 而如今何佳轩虽然在美国训练 但是这笔费用也是他背后的经纪公司套的 北京兰特经纪公司 而这家经纪公司的执行董事长 是前广州南岚的总经理 所以说未来何佳轩究竟能够去到什么地方 恐怕并不是辽宁队能够说了算的